受連續強降雨影響 長江上游多條支流發生洪水 8月17日 長江2020年第5號洪水在長江上游行程 19日 洪峰進入三峽水庫 最大入庫流量在每秒75,000立方米左右 這是三峽建庫以來入庫最高流量 據陸媒報導 長江 嘉陵江 多路洪峰襲擊重慶 洪雅洞 朝天門 瓷器口等多處景點被淹 重慶啟動有史以來首次防汛一級應急響應 著名樂山大佛18日被洪水淹沒至大佛礁止處 據稱這是1949年來 樂山大佛首次被洪水淹至礁止 19日上午 三峽水庫已開啟時空洩洪 下洩流量達到每秒48,000立方米 同樣也是三峽建庫以來最大下洩流量 19日上午9點 水利部將水旱災害防禦三級應急響應提升至二級 資料顯示 三峽大壩有23個洩洪聲孔和22個洩洪錶孔 新聞報導的是10個洩洪聲孔全部打開 下洩流量每秒近5萬立方米 這是什麼速度呢?有人拿汽車飛機來比較 汽車一般速度在每秒30米 火車不超過每秒100米 飛機不超過每秒1000米 假設洩洪孔長寬高都是10米 那從三峽水庫出來的100平米的水 速度就是每秒48米 跟火車速度差不多 時事評論員王華表示 三峽這麼洩洪對下游來說是在加重災情 而不是減少災情 因為洪水季節下游本來希望大壩能攔截洪水 哪知大壩洩洪這麼厲害 下游只能遭殃 洪水速度這麼快 是因為大壩裝的水太多 水壓太高 假如不修這個大壩 不攔截那麼多水 讓水自然流動 也許還不會有這麼高速洪風衝擊下游 家具 宜昌 武漢 淮河等下游地方的洪災 1993年三家工程預算投資為900億元人民幣 實際總投資約1萬8千億元左右 在立項當初 就有很多水利學家堅決反對 但江澤民 李鵬因貪圖個人利益 以及所謂高峽出平湖世界壯局 堅持要與地鬥 結果為中華民族留下巨大隱患 甚至滅頂之災 18日 習近平到安徽有千里淮河第一閘之稱的王家霸閘市場 它是控制淮河幹流流量的關鍵部位 7月一度16次開閘泄洪 衛保上海等發達地區 中共在安徽多次泄洪 令安徽城今年洪災的重災區 洪水淹進大量農田 農民痛心今年會顆粒無收 網路上流傳幾個安徽人拍攝的影片 他們說 我們安徽人窮 但我們不傻 這次我們做了犧牲了 今後哪天 您要是遇到安徽人討飯到你家 請給他一口飯吃 另外 今次也是習近平7月底出席北斗3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開通儀式後 首次公開露面 也是習近平今年第一次出現在洪災現場 洪災已導致至少150人死亡 近1500億元人民幣損失 據中共喉舍新華社報導 習近平到萌瓦敘洪區曹吉鎮利民區 他提到 要尊重自然 順應自然規律 與自然和諧相處 王華表示 這裡習近平從傳統文化的角度 提到人要與自然和諧相處 這就與三峽大壩的建設宗旨完全相反了 當年修三峽大壩 就是要征服自然 讓高山低頭 讓河水讓路 習近平這次抗洪首次公開露面 就提及與三峽工程建設相反的言論 被外界普遍認為是想撇清自己與三峽項目的責任 公開甩鍋 八道小康子 ちょ爹的狀態 発射 噢 要求驂 光是 水 三峽工程建設相反之 酷